大家好,我是志诚 没想到关于小朋友学画画这个事 我们聊了这么多期 而且好像看样子还是要一直聊下去 在留言中呢 我看到了好多朋友说 我们送孩子去 也没有想着让孩子成为什么画家 走什么专业路线什么的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您这个想法 您有没有告诉这些美术班 有没有告诉这些培训班的老师呀 您心里是这么想的 但是您嘴上不说 老师不知道呀 所以说呢 主流情况下就是 这些培训班呢 按照那个比较容易让家长感受到 孩子在这方面有进步 有成长的方式去教学 这是最大的问题 这里面其实是三方 孩子、家长、培训方 学习的人呢是孩子 但评估效果的买单的人呢是家长 然后培训方呢 相对来说就比较尴尬了 他到底是以比较利于孩子成长 兴趣爱好 培养的这个方式去教学呢 去上课呢 还是以家长更容易接受的 表面上的这种技术和水平的提升 去授课呢 培训方的选择呢 显而易见 其实大家从评论区也能够看到 就是大部分画画的人 或者说是美术工作者 他们对于孩子就是在这个年龄比较小的这个阶段 是不会去教 不会去干预孩子的这个绘画的发展的 这个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 而且呢 你看有一些带着情绪的那种留言啊 它大部分时候 它就是在逻辑 就是这个东西 它不是你用来逻辑的 我一直在说的是 客观的规律 而且这个客观规律 它不是我脑门一排 我总签出来的 大家其实你仔细在网上去查 你也能够查到的 只是大家平时可能接触不到这一点 我这个冷过冒热气的说了这么一句之后 好多人就觉得听起来特别的不顺耳 就是这些道理呢 其实画画的人自己都知道 甚至我都看到了 有的培训中心的这个老师 他都留言说 道理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也必须这么去做呀 这是我们的职业呀 大家都不去上 那么我们怎么养家糊口 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培训中心的人 过来攻击我呢 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我没有揪着培训中心这个点 其实我始终说的点就是 家长的观念 你们的观念实际上是主导着 学校怎么去教孩子的 这个是核心的核心 就像我一开始在视频中说的那样 我没有想让孩子怎么着 但是您不说呀 您不说出来 老师不知道呀 培训中心不知道呀 就像我们附近的话 我不敢说有十家吧 至少五家以上 七八家这样的 少儿的什么兴趣班啦 美术培训中心 设想一下 在这种竞争之下 那家长会更愿意选择那些 能够看到孩子在记忆方面有提升的 还是选择那些学校里面说 我培养了这种氛围 培养了孩子的兴趣 但是这些东西是无从拿捏的 其实是很明了的 所以说有些时候 培训中心也是很无奈 我所以说也并没有在视频中 太多的去抨击这些 这些培训中心 美术什么兴趣班什么的 因为不是他们的过错 是大家有误会 这个是问题的根本 有些家长说句不好听的 您淡然的这个样子 但您不说出来 这个事呢 就容我用小人之心 采多一下君子之父吧 您还是希望孩子在技术方面 能够有一定的成长 根本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您不要抱有这样的预期 因为没有用 这个没有用 让你们家长放松的 这个没有用 不是说对于孩子没有用 任何快乐的事情 对孩子都是有用的 都会让孩子感受到 这个世界的美好 它当然有用 我说的不是那么功利 因为我在留言区 看到了一些朋友说 你什么事都谈有用 没用的话 这个世间太多的事情 都不需要去做了 我实际上始终在纠正的是一些 家长的不太恰当的预期 不符合孩子成长的一些预期 所有的问题都在这儿 这也就是为什么 其实没有那么多 培训中心的人来黑我的原因 反倒是一些家长来 表达了就是特别不爽的情绪 这个呢 我也说句实在话 就是您听了 对我也没有什么好处 您不听 对我也没有什么坏处 另外呢 我也注意到有些朋友说 你说了半天 你就给我告诉我一个明确的结论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大家可能就是 被这种短视频培养成了一个 不愿意看分析的这么一种习惯 作为我个人的话 我就特别讨厌 有些那个短视频 一共20秒 就说了一条 类似于口号一样的一个结论 比较强烈的情绪 然后没了 我觉得这种说话 都是极其不真诚的 我觉得 大凡真诚的话 都不会说的那种云山雾罩的 就那么一句半句的 这个就是充满了 让人误解的这种嫌疑 我不会只给一个明确的建议 我会把我关于这个事情的思考 这里面的道理 我会尽量简洁 但是也希望能够表达的足够充分 但没有办法 这个道理呢 真的是很难说明白 所以说呢 其实好多懂这个事的人 人家就不愿意掺和这件事 确实是没有什么意义 我现在都说着说着 我都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呢 我就经常在视频的最后一句话 我是这么说的 我说希望我说的这些内容 对有需要的朋友有用 谢谢大家 祝福你们